那也要看 其实我真的不太会拍单人系列 或是一些Minecraft系列影片 我也知道大家喜欢看Minecraft 因为我的Minecraft影片 永远都是比其他点阅率高 但是 我真的 没办法一个人玩Minecraft 真的会太赶 除非就是找 玩那个幸运方 跟他们一样 找玩幸运方块 或是一些空岛 是这样子 我尽量啦 因为我也知道Minecraft大家都爱看 可是 我真的是玩不出什么东西 会觉得很无聊 好下一题 为什么 为什么周三Amigo会用Amigo 括号我知道Amigo是朋友的意思 对啊就是周三 因为我们当时要讲 想的东西就是 前面两个字后面三个字 这样念起来比较顺 然后要想什么主题 然后那时候兔子在西班牙 就说Amigo 然后他说Amigo是朋友的意思 然后就想到说是周三Amigo 这样子 就我们周三一群人在玩 玩游戏的意思 就这样而已 他说平反 第二个平反 第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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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我真的觉得很妙 他怎么会跑来问我 你们注意听哦 我用Google解好了 好了等一下哦 这个真的要用Google解来念 我觉得这太好笑了 准备了哦 好白痴哦 这什么东西啊 对于宝可梦剑盾 会减少收入的图鉴 总数这件事 请问繁星会选择支持 还是观望 或是放弃 这怎么会问我啊 我又没有 这超好笑的 剑盾的东西跑来问我 我不知道 对啊 减少收入我是不知道啦 因为 他现在不是还出了一个 那个吗 葱油冰 我是觉得这 这太妙了 我直接拿出来剪给大家听 他叫做绿山Green 超好笑 好下一题 可以多和乔乔一起玩吗 其实他有找我的话 我都会接受啊 他只要有来找我 我都不会说没有空 或是要忙 我都会想办法挤出时间来跟他玩 下一题 这超好笑的 下一题又是 为什么乔乔会在游戏中 一直想跟我结婚啊 因为 我们 就是 我们现实中真的是 朋友关系会比较好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可能就是 可能跟女生结婚 又怕大家在那边乱 乱猜想说 你知道男生跟女生走太近 就是会被歧疑嘛 那刚刚这就男生跟男生走近一点嘛 就觉得我们会有激情 是这样子啊 总比被传出什么 跟女生太好的八卦 这样子才比较好 对不对 对啊 是这样子 下一题 繁星是怎么录鬼灭之刃的 这个是 我其实鬼灭之刃 以前漫画就有在追 可是有一阵子 那时候真的觉得 一直没有打斗画面 就追追追到忘记看 后来是直到 那个 动画 动画出的时候 那时候 妹妹 从柜子里面 踹出一脚的时候 那一集 我就开始回去追了 就是那时候有三个鬼嘛 会潜入地底的 然后那只狗就一脚踢出一个鬼的头 我从那边开始又回去追了 下一题 繁星当初为什么会想开粉丝团呢 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 跟哈记认识多久了 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问题太多了 我跟你说 当时开粉丝团勒 其实是因为 我 当时想挽回一个女生 所以成立了一个粉丝团 可是 我是觉得当时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城市 因为当时我一直丢涂上去 然后就是想说 有点名气 然后去挽回它 这样试试看 这样 当时粉丝团的初衷是这样 现在就真的是拿来自己用 那跟哈记认识多久 哈记 比兔兔 少认识两年吧 应该有六年了 怎么认识的呢 就是在呼吸冷空气那个啊 伺服器里面 好 下一题 繁星大大是因为什么才养兔子的 什么是因为什么 因为可爱啊 好 下一题 请问教主 在之前的低潮是怎么度过的 特别是有粉丝的情况下 觉得很容易自我放弃 呃 就 你 要怎么讲呢 你既然有粉丝了 你就自己也要知道 要做个榜样 这样子 懂吗 就 我当时是说 我在这样子下去步行之类的 但是就是真的走不出来 所以我就跟粉丝 当时我有说什么 我先去台中 我最近要休息一阵子或什么的 因为最近走低潮期 就去台中玩玩玩放松啊什么的这样子 可是我当时真的是走太久了 我真的走不太出来 是走了已经快半个月了 才好不容易走开始有走出来的那个感觉 因为当时我画的图真的怎么画的怎么不好 走出来之后就有泥豆子的那张悲电的图了 对啊 那下一题 九口你不要点啊 白痴哦 我想说怎么 下一题就是 繁星会和点点露脸吗 我跟你说 我跟点点已经在菜渣的那个小当 那个阿梅穿小当家衣服的影片里面已经露过脸了 一定没看 我那时候还手牵着手 在那边 荧幕前面 啊 真棒 那时候就是 突然在录影也没有知道 然后就兔子跟我手勾着手 我就走到旁边去 然后兔仔子就说 你们在那边放闪 什么之类的 啊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提问是谁 他叫拜拜 然后在哪认识的是打个兔而已 然后对繁星说什么 打个加油哦 这样而已 好下一题 请问繁星跟点点 是谁追谁 我追兔子啊 就这样 然后看一下哦 对 教主对于实况方面的初心是什么 那么初心是否还在呢 我对于实况的初心哦 就只是上传记录档啊 我现在初心已经没了啊 还要上精华 还要上字幕 还要上音乐 我的初心是只有上记录档 就可以养活自己的呢 我的初心都没了 我少看到一题耶 这题好像还不错耶 还会拍GTA系列吗 GTA吗 还是ATM啊 你如果是说ATM的话 应该是不会了啦 后面啦 可能有ATM4再来玩 啊GTA的话 就是要找一群人来玩 像现在就是 允乐啊 捷克在带酱油跟阿旺 好 再来下一题 为何不补要叫做不补呢 因为当时 其实想名字 我就 应该 你要知道 名字这东西 不能说改就改嘛 你也知道 所以就是要取一个 常用 好听 然后 不会腻的东西 啊那时候就是 在到处找可爱的ID 或什么什么什么 突然想到 啊 有个很可爱 就是那个怪物电力公司 那个阿布 所以他才叫布布 然后忘记 小雨他们家的猫也叫布布 整个忘记了 好 下一题 繁星最喜欢吃的食物 是什么 我 其实 出去吃饭 出去吃饭 或是吃餐厅那些 有面类料理 我会点面类料理 我不会先选择饭 如果说最喜欢吃的东西 应该是 寿司吧 寿司啊 蛋啊 蛋类料理跟寿司 应该就是我最爱吃的 所以 之前跟干爹们出去吃饭 我一直狂吃玉子烧 我说 来吃玉子烧 请你们吃 每个都被我吃到怕了 这样子 其实就还好啊 蛮喜欢吃蛋的啊 面的啊 寿司啊 这样子 好累哦 我可不可以复制给Google解念 然后我来回答 下一题是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 让你当YT 我也住在蛋水哦 哎呀 有机会见面啊 他说 但是都没有巧遇过 我都宅在家 巧遇让我当时YT 就其实我当时已经先有工作 然后边经营YT 也只是上传记录档而已啦 啊就是开始人数有成长起来之后 我才会离开工作 离开那个超商 来做YT这样子 哦 还有一半以上耶 旧口帮我念 我念到哪里了 我的画 哦 找到 下一题 如果不选画图当职业的话 你最想做什么职业呢 如果 是如果吗 如果我唱歌 我声音好听的话 我当然选择走配音啊 重点是 那是如果啦 因为我觉得你看哦 你今天如果是用一个多拉爱梦的声音来 来开台的话 你会觉得很屌 你随时听得到多拉爱梦的声音 这样子 我觉得 配音也是很棒 好 下一题 当初人设设定的想法 超喜欢摸头的那张 哪一张啊 人设设定哦 当时人设设定就是 我真的是穿黄色的衣服 然后蓝色的那种短裤 然后头发真的是 咖啡色橘色那种的 因为那时候就真的很喜欢兔子 兔子 那就有了这个造型 除了画画还有其他兴趣吗 我跟你讲哦 专场跟兴趣不一样哦 兴趣是你喜欢的东西哦 所以兴趣是 听歌唱歌 玩游戏 打电动 这样子 这会传记录打吗 会啊 喜欢 反巧 反巧这个CP吗 会介意被这样臭吗 是不会啦 只是 讲久了 死也会懒得去 跟你们讲那些东西 因为你们自己自爽就好了 好 这个人问了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有没有不小心叫出别的实况主名字 本名过 没有 因为 我根本就是 怕会这样子 所以我不想知道他们本名 第三个问题是 私下 繁星是叫巧克力吗 还是叫本名 但是叫 叫绰号啊 我从来没有敲过巧克力本名过耶 虽然 我们是彼此知道 本名啦 他有一次 是故意直接叫我本名 让我直接扒了他屁股一圈 然后下一题是 到底是什么产生巧凡CP的 因为有一次我们玩的那个 地图 他有结婚模式 那刚好就是我跟巧克力 是那个配对到 然后就才会开始这个CP 那下一题是 诶 上一题是超多人有问 这一题也是超多人也有问 他们两个我在想 到底是同一个人 或是朋友这样一起问 下一题是 有没有打算跟巧克力结婚 没有 可以吗 没有要跟巧克力结婚 可以吗 谁啊 谁在那边垃圾 你就把它踢走就好了啊 哇 等一下 喉嚨好痛哦 来下一题 请问繁星会再养一只宠物吗 再一只兔子之类的 有考虑啦 那个要等我 等我跟兔子能搬出来住吧 因为 养兔子的空间其实要很大 要让他们运动 如果再养一只的话 兔子想要养海棠兔啦 就是拜拜的兔子 然后眼睛周 里面是一只宠物吗 我跟兔子的招机